今天的知识小学堂 我们带您来关注中国有海军爱好者 上传了一张照片 就是这一张 那么这个照片呢 是上海长星岛船务的一个空拍照 但没有想到意外曝光 中国数量惊人的军舰 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这个 标出来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呢 003号航母也在这个照片中曝光 那么根据这张照片 有外国军事家就发现 当中数一数 至少有9艘新建好的中国军舰 除了我们看到 有052D型的飞弹驱逐舰之外 还有055型的飞弹驱逐舰 这数量算一算 已经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 那么性能方面 当然也是不断的改良升级 比如说052型 这个当时呢 其实算它下来 只有64管左右的发射管 可是呢055南昌号 它已经增加到112管了 那么在这个动力的部分呢 055也不是柴油动力 而是用全燃气涡轮 那么现在外交杂志 也根据了这个中国造船厂造舰的速度 你看啊 比如说一年打造三艘052舰 然后呢 这个两艘的055型 那么算下来的话 可能2030年之前 就可以达到40艘的052型 然后20艘的055型 这数量非常惊人 但是都是万顿级的驱逐舰 那美国跟中国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就来看看下图这个比较表 好美国的是这个叫做朱姆沃尔特 它呢没有配备神盾防空雷达 所以如果你把它部署在航空母舰旁边 它是没有办法发挥护法的功力 但是呢 它有一个优势就是隐形 因此呢 它可以当独行侠单兵作战 然后把它部署在近岸 也能够火力支援 至于在体型上 中国的055型战舰 它就没有设计的非常隐形 好相反的哦 它拥有上层舰竹 那因为它非常的大 盾位也大 所以美国国防部甚至认为 它不是驱逐舰哦 应该可以说是巡洋舰 所以呢 它也能够担任指挥管理能力 可以带刀护卫 那目前中国的航母 除了正在服役中的 001号辽宁号之外 今天12月17号 中国也正式进入双航母的时代 好 因为002号 这个呢 是中国首艘自制的国产航母 今天成军了哦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命名叫做山东号 它的那个传弦编号是17号 而它的排水量高达5万吨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亲自登舰视察 那除了它之外 这是第二艘了嘛 中国第二艘航母 好 其实后面还有第三艘 第四艘也都还在准备打造当中 比如说003号 目前就有两种 一个呢 是2021年准备会下水 然后最快2023年可以服役 至于第四艘 它是可以电磁弹射的航母 也是003型的 预计2021年才会开始建造 不过海军虽然也想要打造核动力航母 可是呢 看起来是困难重重的 专家点出两个关键原因 一个就是技术 它毕竟呢 是非常高难度的 所以这是有挑战的 再来就是高昂的成本 也是让这个计划 暂时停摆的原因之一 那接着我们看看这个表格 好 这个是根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做的排行 全球前五大海军强国 第一名还是美国 而第二名是中国 因为美国的这个军舰数量 是世界之最 那中国排名第二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中国呢近几年不断的增加国防预算 所以海军壮大的速度也是突飞猛进 好但是呢 以数量来看呢 中国可能还要再加快脚步 因为目前不止航母数量是低于美国的 美国有11艘正在服役的航母 那中国今天下雪这一艘加上去的话 也才两艘哦 所以这数量落差有点大 那其余的这个包括驱逐舰啦 巡洋舰或是潜舰等等 数量也都是略续美国一筹 航母舰队浩浩荡荡出巡 中国挑战美国海上霸权 又在向前跨进一步 中国军事爱好者 PO出一张上海长星岛船屋的空拍图 国外军事观察家撰文揭露 中国海军正打造数量惊人的军舰 算一算光是驱逐舰就多达九艘 包括三艘055型飞弹驱逐舰 和六艘052D型飞弹驱逐舰 052D型驱逐舰 性能可媲美美军的 雅里伯克级驱逐舰 全长一百五十公尺 排水量七千吨 舰桥的四面主动向位阵列雷达 让防御无死角 可载运六十四枚大型飞弹 055型驱逐舰全长一百八十公尺 规模超越巡洋舰 排水量达到一万四千吨 能攜带一百多枚大型飞弹 此外曝光的照片上还能看到 有一艘两栖气垫船 以及在大型其中机下方 中国第二艘的国产003型航母 神秘的新航母建造如火如荼 中国首遭自制航母也传出将正式成军 最近几张卫星照片发现 002航母的甲板上不只出现红毯 一旁的战桥 还有疑似庆典用的惯例台 外船习近平可能在十二月二十日前后 主持002航母的成军典礼 并将航母命名为湖南舰 中国南水海军将势力阔及世界各地 展现出的勃勃野心 也令各国不敢掉以轻心 在那些新闻上不到